我将挑战逃出这座价值100万刀的绝望神殿 和价值75万刀的无限花园 以及价值10万刀的冰雪城堡 首先从这个价值一刀的开始挑战 这是造价最低的监狱 肯定难不住咱们仨 是我看错了吗 泥土在消失 那边也一样 没想到这里竟暗藏杀机 不知土块消失有没有什么规律 先让我试试能不能找墙出去 糟糕 墙是无敌的 看来它无法被打破 我们现在最好保持跳跃状态 不然随时有可能掉下去 不好 黛西中招了 这可不妙 我先把鱼钩挂上 随后给自己搭高 接着用力将它拽上来 有惊无险 我们不敢小瞧这里的 一起想办法找出口吧 那里似乎有些不寻常 应该是的 我没有方块能搭上去 好在我还有一把弓 可以用它来射击并激活按钮 大概就是这个角度 看来有点高了 我还有两支剑 千万不能搞砸了 让我再试一次 这才一会儿不见就成这样了吗 三个人的命都在这一箭上 我没有理由失败 随着按钮激活 出口显露出来 我们完成了第一座监狱挑战 接下来要面对的是 价值一万刀的死亡陷阱 看来挑战已经开始了 我们正身陷于一堆蜘蛛网中 下面便是炽热的岩浆 应该不会 因为岩浆上还有一些木栅栏 我环顾四周 发现正前方有一些箱子 可惜这次的道具没有弓 不过把这些蜘蛛网打掉 可以做一个出来 等一下 我好像有办法了 先摆一排方块 随后在下面放上活塞 最后再用拉杆将它们击舞 这样我就得到了三根绳子 放下工作台 在上面做出弓 接着把件摄像杆草块 成功了 只是还需用钓鱼杆把它取过来 没有事业我只能忙甩 Legi you're sinking You need to get it fast 我知道 但是眼前也别无他法 这下应该没问题了 哈哈短手了 伙伴们准备降落 一会记得落在甘草块上 我仅剩半个头了 来吧 甘草块 很好 都还活着 那里有一扇门 好主意 又到我展现技术的时刻了 不曾想门后只有一张告示牌 上面写着你上当了 现在有个新问题 我有两块泥土和两块沙粒 如果把沙粒放下它就会掉下去 两个石心方块又不够我回去 这该如何是好 不会要用这些铁链回去吧 好吧好吧 不就是小小跑酷吗 各种跳跃技巧都已牢牢刻进我的骨骨里 这种没有任何容错率的跑 对我而言是家常便反 因此我的队友才能淡定地看着我跳过去 我竟然被一道门给骗了 好像是一些告示牌 不对 后面还有一扇门 沸沸你觉得门后会是什么 你说的对 但我们现在还有选择的机会吗 只剩六个木栅了 这样下去等死无益 对了 我可以用沙粒和泥土做出沙土 这样就有了四个固体方块 向着那扇门铺路吧 我知道这一举动非常冒险 但只要以正确的角度跳进去便有一线生机 不要撞到这些方块 不然会死的 我先给你们做个示范 一定要活下去的 成了 我进来了 但是烧伤效果还未结束 我应该死不掉 一定的 万幸我们都没事 希望这次门后不再是死了 很好 我们成功了 死亡陷阱已经挑战成功 接下来轮到价值十万刀的冰雪城堡 挑战刚开始我就懵了 为什么我们都在掉血 心还是蓝色的 原来如此 这可不太妙啊 还好这次的道具里有三颗金瓶 我尝试徒手打破冰块 但每次打破后他们都被重置 这里给我的感觉很不好 太好了 居然有篝火 这样就不会被冻伤了 戴希你真聪明 但我还是想不通 看看你这乌鸦嘴 我们又要被冻伤了 沿着楼梯向下走 看看能不能找到出路 这个楼梯也太长了 都走一分钟了 还是没有道理呢 走一步看一步吧 终于来到底部了 这是我最后一个金瓶堡 我懂你意思 要让这些熔炉烧起来 可惜这里没给什么燃料 只有一些食物 还真是这样 但是我们没有燃料吗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将木箱丢进熔炉 我再次活了过来 求求你别多难了 是啊 我们得想办法点燃熔炉 如果我能捡起这些地毯就好了 但可惜这座城堡无法被融为破坏 马上就要冻伤了 怎么办 等等 那应该是一口大锅 希望里面有水 果然如我所料 这样就好办了 我可以用水把这些地毯都冲掉 非常完美 这下就有燃料了 不好 冻伤开始了 我们得快点续上火 得想办法烧点什么 你们有金属制品吗 我没有一样的东西 担心你呢 你有什么 不 里面有什么 不对 你有 快把你的铁皮护腿脱掉 把它放进熔炉里 终于暖和起来了 我就喜欢玩点金线的 我上2HP 这就是浪漫的 你们 什么在这儿 不是消失是融化 糟糕 下面好像有个超级大坑 快离开这儿 我的天 这么快吗 吓我一跳 还好有年夜快 太好了 前面似乎是出口 这就叫赛翁师马 颜值非复 终于能离开这儿 你说什么 这就是人生的大起大落呀 更糟糕的还在上面 50根冰锥正散发着 惨白的寒光 我希望它们 不要在这个时候掉下来 不会吧 难道我也是乌鸦嘴 这些冰锥开始 一根根的砸下来 被砸到就完完了 你们一定要注意 背包里还有什么东西吗 真的吗 那可太好了 谁跟你说的 你不知道它可以造竹筏吗 谢谢你代谢 把竹子都放进去做成竹筷 然后做出竹板和小船 我乐得去 差点我就没了 好在我现在有竹筏了 或许能从角落里卡出去 希望这能起作用 看来是失败了 换个角落继续尝试 依旧是行不通 那可不妙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冰锥 像是无穷无尽一般 得先想办法摆脱他们的威胁 我还有一个想法 但它会很难做 帮我弄断这些小船 大家快点 没问题 希望我们凿冰的时候 不会被冰锥砸到 怎么是TNT 对 对 我们要做一个TNT 卡丽 站起来 大家 这会是一个大爆炸 希望它能炸掉冰锥 成功了 好思考 我们终于安全 哇 墙里面还埋藏着一些发射器 看到了吗 发射器在喷涂雪球 一不小心就会被击中 好主意 蹲在坑里就不会被雪球砸中 找准机会 请走位跳进去 成功抵达 这些雪球好痛啊 挨两下我就只剩半血了 可惜我背包里没有 不过没关系 这东西长得快 怎么回事 发射器好像停下了 估计是雪球射完了 我去 你可少说几句吧 赶快动手把这些流浪者解决掉 唯一的好消息是我们有骨头 总算结束了 小心那个洞 没错没错 把手里的骨粉都撒上去吧 长得真快啊 足够我们回到刚才的地方 走吧伙伴们 可以离开这了 再往上爬一点方便着陆 差点就冻死在这了 冰雪城堡挑战成功 下一项挑战是价值25万刀的TNT监狱 咱们进来了 整座监狱内有上万吨TNT 务必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我勒得去 这可不妙啊 幸好我有功 可以把矿车击落 必须在它落地之前射中它 戴希的生命就由我来守护 Legy I'm getting low 你放心 有我在 可恶啊 就差一点 我不能再失误了 还剩三只剑 Wait Legy take this That should buy you some time I'm gonna try to disable the machine 很好 是吧无限攻 这下我不用担心该要问题了 即我们二人之力一定能救下戴希 I'm almost there Legy Let's see what this is about Okay okay I think I found it This should disable the machine Okay Legy I stopped it 干得好戴希你安全了 但我们得想办法救你上来 让我看看包里还有什么 都不是太有用 别担心 我们一定能出去的 这个高度我可以直接跳下去 可我计算的差不多 好险 这里居然有根半线 不好 小心半线 Wait Do you mean this wire Guys I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up there But I need help 糟糕 让我想想办法 可惜做不了钓鱼竿 我需要细线 对了 旁边就有 收集起来在工作台上做出钓鱼竿 这下戴希有救了 挂上鱼钩然后跳起来收竿 坏了 这个距离不够了 Here Legy Get on this 我明白了 挂上鱼钩后我跳上粘夜快 在我飞到最高点时全力收竿 终于把戴希救上来了 Wait Guys Have you seen this 你指的是什么 原来是红石计时期 我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 难道计时结束这个地方就要爆炸了吗 居然有墨影人 我不小心把他激怒了 快来帮我超度他 可惜没有方块能帮我搭安全棚 差点就死在这儿了 大哥你别再追了 伙伴们快救救我 吃块牛排压压精 这家伙已是强弩之末 快把他解决了 很好 居然掉了墨影珍珠 监狱的顶部有一个通风口 这个角度和高度墨影珍珠绝对扔不出去 因此得再想办法 只要有黑钥匙我就可以做墨影箱了 里面有三个翘翅呢 绝对被我们逃出去的 可惜我们无法采集黑钥匙 你居然有铁稿 对了 可以把角落里的钻石收集起来 四个角落有四颗钻石 刚好可以做钻石稿 太好了 我要开始工作了 先做出墨影之眼 然后做墨影箱 没骗你们吧 三个翘翅外加48只烟花火箭 咱们仨一人一个 然后再分些火箭 坏了 我们得赶紧走 快快快 成功逃出TNT监狱 接下来等待我们的是价值50万刀的多维度跑 这里是第一关 很地道的下界环境 我不想再跑酷了 把身后的这些树路掉吧 为什么会有结界 说得好 不对 这结界移动的速度太快了 没错 我们得赶紧跑起来 不过这难不倒我 前面需要空中转向 就从这里开始热身吧 后面的这些浮空台阶更是so easy 唯一比较担心的就是结界移动过快 看来我需要爬上这些锤类的 然后利用粘液快抵达蘑菇平台 看到伙伴们都在我就放心了 门后便是第二关 结界似乎越来越快了 根本不给我们喘息的机会 只要在空中打开前引和他们就是落脚点 掌握好时机自然也能轻松应对 很好伙伴们 继续前进吧 跳上紫颂花 最主要的还是身后的结界 被他碰到可能会被淘汰 这些蜂蜜块可以直接滑下去 就像我这样 把身体贴在蜂蜜块上即可 来到拐角就要注意转向了 一定要降落到平台上 什么情况 这么远怎么过去 是不是有前引背的声音 结界又要追上来了 等一下旁边有暗鸣 让我把它激活试试 果然有前引背 快快快 攻击我呀 飞起来了 但是这个漂浮时间太短了 能到对面吗 我的天 头顶还有着无数的石锥 要是被他们砸到也要完蛋 好险 刚才就差两厘米 好在我成功落在平台上 该怎么去出口呢 背包里没什么东西 而且也没有落脚方块 总不可能再跳过去 是把门打开的 大家快想象办法 结界可不会等我们 真的吗 让我看看 那我该怎么打开它呢 我好像可以做一个羊毛块 把它放在下面落脚 箱子里只有一节木梯 看来我们要跳过去 并抓住梯子 这会有一点难 但目前别无选择 只好放手一搏了 我乐得去 刚才就剩半颗心爱 差点我就被淘汰了 迎接最后一关吧 什么意思 我们要爬上这棵树吗 下面全是坚守者 这就更有难度了 还是要用到空中转向 换汤不换药 怎么还追这么紧 前面是木栅栏跑步 只有0.1平方米的落脚底 跳过三个木栅栏 来到一个悬空方块上 坚守者听到声音 纷纷聚了过来 这要是掉下去后果 我都不敢想 登上面前的小楼梯 接下来得精准跳到年夜块上 我先给他俩做个示范 先踩上第一个 再经过第二段弹跳抵达平台 不愧是我的队友 趁他们放冲击波之前赶紧走 前面就是出口了 多维度跑步挑战已然完成 是时候面对价值75万刀的无限花园了 从外面看这座建筑真的华丽无比 感觉这个地方应该不是很难 毕竟出口就在面前 人呢 但戏怎么不见了 这是怎么回事 前面有一排奇异黑钥匙 让我站上去试试 我被服务器剔除了 还好可以选择返回 这也太奇怪了 似乎只要穿过他们就会被剔出去 如果我缓慢移动会怎样呢 这也行不通吗 这种情况还从未遇过 比我想象的要难一点 不过我还有一艘船 我们想到一块去了 先把它放在外面 然后我直接坐上去 这也能被检测到 看来楼上也行不通 果然上面也有这种黑钥匙 快看 来了一头小猪 这可太棒了 猪猪快来 我有马鞍 来吧来吧 我居然被猪给耍了 太好了 可以放马鞍了 你把土豆收起来吧 我把它打出去 随后骑在他身上 坏了 他跑远了 你再把土豆拿出来吧 猪兄你快回来吧 很好 让我骑上去试试 依旧是行不通吗 墨地岩吗 你头顶好像就有 这个你不用担心 因为我有木稿 只需把墙里这些方块挖掉 然后用它们来搭高 接着把墨地岩挖掉 沸沸你可以种花了 紫宋花长得真快 这才过去三分钟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去挑战绝望神殿了 应该可以撸掉了 很好 有六颗紫宋 每人两颗吧 问题不大 一人一颗也行 一定要成功了 嘿嘿 他这次没有踢我 看来传送是可以的 你们也快出来吧 我们要走了 戴希出来了 沸沸也出来了 干得好伙伴们 接下来是我们的终极挑战 价值一百万刀的绝望神殿 究竟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们呢 挑战开始 我等这一天已经好久了 这才刚开始就杀鸡重重吗 只有一个很小的平台 帮我们落脚 还好这次给的道具有金苹果 能让我多扛一会儿 得想个办法 不然要被耗死 有56根竹子 但还想不到怎么用 有了 先把工作台放在脚下 随后做出六个竹块 赶紧吃颗金苹果 然后把竹块做成竹骨 再做四个活板门出来 大家快来我这里 这个地方箭矢应该设不到 总算安全啊 wait maybe we're supposed to leave there's a lava Weddy dropped in those trap doors 给你 有想法总比没想法强 you have anything extra to clutch with 这个木梯给你 let's go okay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计划 但我希望能奏效 这就是天才吗 yeah like just hope this leaves somewhere just like this come on no there's only lava I don't have any more trap doors 火板门不管了 先想办法就你上来 guys I have a fishing rod I can pull him 小心点 不要被剑击落了 come on all right I got him 加油啊 nice 发射器好像停下了 我们应该安全了 怎么有活塞的声音 为什么还有发射器 不好 这次是伤害药水 千万不能被药水击中 糟糕 that does like fight card 快吃个金苹果 等一下 你们看到了吗 一个末地传送门 那应该就是出口 岩浆下面应该没路 我们得上去 但可惜 我还差两个年薪活塞 才能坐电梯 I'm pretty sure I heard one from over there 对啊 可以把这里的活塞给拆了 果然是有活塞的 That's perfect We can make that elevator now 是的 我要开始动手了 都站上电梯 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千万不能乱动哦 电梯和飞行器的原理是一样的 拆掉这个就能动了 传送门另一边会是什么呢 什么情况 挑战似乎还未完成 I'm guessing we're gonna have to use this stuff So won't be sunshine and rainbows 毁灭者 我们的套装都是一样的 拿着它会有力量强化 居然还是五级力量 这太棒了 有什么陷阱都赶紧来吧 That empty room This isn't really scary 我也是这么想的 什么声音 你们听到了吗 What's he over there 我的天 这是什么鬼 他们过来了 一共有五只 幸好我还有无限弓 从未见过这种怪物 居然分裂成了六个 问题不大 让我感受下毁灭者的力量 这东西的机会效果很强 不过这些怪物好硬啊 力量5都秒不掉它们吗 这群家伙到底有多少血 费费你射到我了 快加油啊 他们应该没血了 我先拉扯一下补充状态 吃颗金苹果吧 什么情况 这些家伙还会放弄 我的生命值更低了 这可不妙 只剩一滴血了 不能被他们远程消耗 还是得贴身肉搏 这是最后一关了 我们千万不能倒在这 应该没血了吧 很好 他们已是强弩之梦 我和队友会和解决掉 最后几只怪物 随着一道绿光闪过 真正的出口出现了 绝望神殿里到处都是黄金 那些贪婪的人会被欲望腐蚀 从而再也走不出这里 我已被猎人 关了两个半小时的监狱 杰西忽然带着一只猫出现 装上鸡炎压力板 不知他到底想做什么 猜猜我手里是什么 他推后两步将药水 撒在小猫身上 猫咪的眼睛瞬间变成金黄色 成功了结结 一只不死猫诞生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只会更加无敌 实在亏贼 你该不会要用他对付我吧 杀鸡炎用牛刀 不过我要将你困在这里 说罢他就将猫咪 推到鸡炎压力板上 四周的机阔声响起 所有出去的通道都已关闭 我要将你关在这里 见证不死猫的进化 不用害怕 我们很快就会再见了 说罢杰西就吃掉 子送过船送走了 随着时间流逝 这只猫会变得愈发强大 我得想法子开溜 还好这家伙没有没收我的东西 只要有鱼竿就可以将小猫拽走 虽然它看起来很可怕 但我不可能向喵心员屈服 不成想我甩出去的鱼钩 都被猫弹了回来 这还是第一次遇到鱼竿 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试着用手挖掉鸡炎压力板 结果那玩意比黑钥匙还要硬 难道我要被困死在这了吗 或许我可以把猫推开试试 不过那得先离开这个笼子 无意间发现脚下是一座岩浆池 看来下去是行不通了 我将小床放在外面 然后直接躺上去 等等 你只能在晚上或雨偏睡觉 坏了 现在还是白天 我得等到晚上或者下雨才行 可那是估计小猫已经进化完全体了 想想其他办法 那边有一些箱子 钓鱼竿还有一半耐紧 我试着去拉动矿车 却发现拉不动它们 因为它们都在铁轨上 猎人现在学聪明了 这就很难受了 没法取出箱子里的东西 还是得从猫咪下手 在工作台上发现自己可以造木 果断造出来 然后将它瞄准小猫 结果射出去的剑被它弹了回来 难道这只猫还练了铁头弓吗 对了我还有一些牛排 把它们扔在面前 希望能引诱小猫过来 可它却不为所动 看来猫咪并不喜欢鹅肉 它们应该喜欢吃鱼的 但我没有鱼怎么办 要是有水就好了 忽然间眼前一亮 还真有水 直接掏出钓鱼竿化身钓鱼老 耐心等待两分半后出现气泡 轻松收担钓上一条雪鱼 猫咪应该喜欢雪鱼吧 我想直接喂给它却够不着 只得将它丢出去试试 小猫冒出爱心 显然是喜欢吃鱼的 可惜它没有移动位置 估计是给的鱼儿不够 那我就多钓几条试试 想不明白这条鱼怎么跑到那里去 我将鱼钩挂在它身上想拉回来 可无论怎样尝试都够不着它 耐久度只够我再钓一次鱼吧 还是得从这些箱子下手 我有个天才想法 可以用弩击碎箱子 只需射中矿车就行了 居然掉落了墨影珍珠 不过它被矿车挡住了 只得再射一键将矿车打掉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鱼钩挂到墨影珍珠上 第一次甩钩挂到原木上 只够收回一次的 我只能重新甩钩了 这次成功挂上墨影珍珠 向后退两步必须确保一次成功 很好 成功了 有了墨影珍珠就能离开笼子了 最关键的就是解决这只小猫咪 可无论我如何攻击它都不为所动 就像老僧入定一般 压力板是基岩做的 更不好解决 我将箱子里的东西全部取出 想试试用活塞能不能将它推开 结果我拉杆都快扭断了它还是一动不动 既然活塞不管用 你可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我放下铁针砸在它身上 它非但毫发无损 还将铁针弹开了 我这番无意之举 竟然帮它提前进入了第二形态 背部高高涌起 左右两侧还有两个小翅膀 我怕惹毛它直接给我送走了 只得另寻办法 或许可以用于将它收满了 结果我飞了半天 竟钓上了一条河豚 我不知道这只猫的口味变没变 将河豚喂给它 它直接就炸毛了 非但不吃还朝我嘶吼 无奈我只得撤回河豚 转了一圈我发现一个大鱼缸 这么多鱼 我就不信没有一条你不爱吃 我直接冲进去逮着它们一顿揍 成功逮到三条鱼 就在我要从送里出去试出意外了 这些鱼卡着不让我出去 好在最后一刻我挤出来了 真是惊险 差点就被鱼给单杀了 我先将热带鱼喂给它吃 显然它不太喜欢 又试了下鲑鱼 很好 看来这个和它胃口 将鲑鱼丢在它面前 希望它能走两步 哈哈成功了 所有通道都已开启 我终于获得自由了 这只猫不能留在这里 不然猎人肯定会用它的力量干坏事 我一路将它引到屋外 突然它嘶吼了一声 这可给我整猛逼了 你在做什么 我乐得去 是猎人 老实点 你也不想身上多几个窟窿吗 我数了下 四把三叉几那可是十二个洞吗 不死猫是我们的 好吧好吧 就这样我们达成妥协 趁着猎人还没改变主意 我得赶紧溜 你最好走开 不要来妨碍我们 不死猫就这样拱手让人了吗 我控制着和猎人的距离 始终在他们的视线范围外 一路跟踪到猎人村庄 兄弟们等一下 你们难道不想看看这只猫的能耐吗 用TNT来试一下吧 猫咪肯定会死的 怎么能这么残忍啊 先把TNT留在这里吧 我想先试试杀力能不能拿下它 这可是活埋啊 更加残忍啊 趁着猎人再往那边移动 我赶紧过来将TNT拆掉 随后马不停蹄朝山崖上跑去 我得在猎人出坏点子前就位 小蠢猫快过来啊 猫咪正在往这边走 猎人就在这些沙粒下方 就是现在 将它们一网打尽 我在最中间点燃TNT 希望能将这些沙粒炸它先 只听砰的一声响起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你们听到爆炸声了吗 可能有人在跟着我们 分成两队从两个方向上山 走吧我们走右边 那我和飞飞走左面 坏了猎人要搜山了 这可不妙 只能从东面下山了 很好 这里没人 不成想下一秒就被打脸了 一位猎人正从这一侧上山 完蛋了 我要被两面包夹了 只得见走偏锋 从最危险的地方一点一点下去 感觉有点像是苦力怕呀 苦力怕的爆炸范围没有这么大 我觉得是危急 他们离我越来越近 我只得悄悄下山 希望上天能眷顾我一次 我一路前行摸进猎人村庄 然后再躲进房子里 有开门的声音 这下不妙 开门被人听见了 我赶紧往二楼跑去 趴在窗户的火板门下面 让我看看谁在里面 名牌越来越近 我屏住呼吸一动也不敢动 让我看看谁在这里 居然没人 看来是我多想了 见他渐渐走远 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重新操起老本行 找猎人借点东西用用 兄弟们快来 测试猫的能力 猎人又要折腾小猫了 我必须去阻止他们 众所周知猫都比较怕水 不知道这只不死猫怕不怕 他们居然要把猫带进水里 他刚下水就开始猛烈地挣扎 看来他很怕水 更可恶的是猎人将他拴在水中的柱子上 看到这一幕我实在是忍不住 下面好像有一些小僵尸 在上面看不太清楚 而且是好多的僵尸 猎人都在盯着小猫 趁着这个机会 我可以将这些僵尸都放出来 给猎人制造点麻烦 打开炸篮门我就开润 快走兄弟们 这些僵尸怎么逃出来了 不管了先走为妙 小猫没救出来 猎人更加丧心病狂了 他们居然要用TNT炸他 只听BOOM的一声响起 小猫竟然毫发无伤 小家伙真有能耐啊 不知道再多来一点 你能不能受得了吗 猎人在猫身上堆了座TNT小山 真哥这些应该就够了吧 还不够 继续放 他们简直是丧心病狂 要是我能点燃TNT就好了 打火时可不太行 估计在我点火前就被猎人斩杀了 对了 我还有一把火焰副魔弓 我拉满力度朝TNT射出一箭 真哥发现时已经来不及跑了 TNT小山如同铁树开花斑 一瞬间爆炸结束 猎人都被送走了 小猫咪活了下来 他看见我后开始冒爱心 看来他挺喜欢我的 原来这只蠢猫在这儿 坏了杰西怎么还活着 你怎么溜出来的 还敢叮嘴 我看你是活够了 你的力量是我给的 我自然也能将它都收回去 现在知道怕已经晚了 跟我走 杰西毕竟是这只猫的主人 他不敢违抗命令 可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力量要被剥夺 必须得去救他 我悄悄跟在后面 一路尾随他来到秘密基地 可当我进了山洞 却发现他们消失了 走着走着我一不小心掉到深坑里 爬上来后我四处寻找 连个杰西的影子都看不到 这里肯定有个秘密通道什么的 有可能是在水底 我潜入水下搜寻起来 却什么可疑的地方都没有 回到上面我渐渐开始急躁 晚一秒猫咪都可能有生命危险 忽然我被角落里的垂涎吸引了注意 下面好像有通道 我站在叶子上等待切换姿态 随后成功爬进这个密道里 爬到尽头有个大房间 看清周围我被惊呆了 猫咪被锁链牢困住 他的力量正在被抽离 我直接冲过去救他 突然被年夜快弹了起来 随后就是源源不断的火焰弹 我蹲在最后面躲过一截 不知道脚下这里是什么 很有可能是一座监狱 一个不小心我被火焰弹击中 直接坠入监狱里 又到了我最讨厌的环节 哈哈哈哈 看来你很喜欢陷阱啊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先别着急 等我吸收完能量 我会好好招待你的 你怎么能对可爱的小猫咪做出这种事呢 你都自身难保了还在多管闲事 我勒个去 他是怎么离开的 先不去想这个 赶紧去救猫才是正事 我将玻璃打碎响出去 不成响玻璃外面还有屏障方块 看来只能穿墙啊 要是有小船就好了 可惜我只有一个苔藓块 希望这玩意能长出树来 我对着苔藓块撒骨粉 终于在第四团骨粉下长出树苗 继续催化得到一棵大树 砍掉所有原木 全部做成木板 先做个工作台出来 然后再做小木船 只需将它放在墙角 坐上去对着角落划船 一个角落失败没关系 还可以去尝试另一个角落 在黑药石和空气墙的夹缝中 依旧失败了 我还有一个铁桶 或许可以将熔岩接走 说不定上面是连通的 等到熔岩消失后 我开始搭高挖掉上面的原石 就在我觉得自己要出去时 四周紫黑色的黑药石 将我的希望抹灭 只得回到下面再想办法 刚刚得到17块原石 我可以用它们制作一个发射器出来 将它对着空气墙放置 然后把小船塞进去 启动拉杆 坏了 它不能发射小船 只能发射掉落物 要是有水就好了 将这块黑药石换成水 那样我一定能出去 但是这里只有岩浆 连个水的影子都没有 看看发射器结束了没有 坏了 它们还在发射 塞翁失马胭脂飞幅 冰块可以变成水啊 我搭高将冰捣碎 这样就有水了 把桶里的岩浆倒掉 然后装满水 还好我有金稿 这些黑药石不足为据 把水倒进坑里 启动拉杆发射小船 坐上小船开始滑行 终于出来了哈哈 我将船书装置挖断 小猫咪被救了下来 它现在是完全体型态 难怪能撑这么久 又是你坏了我的计划 我才是那只猫的主人 你今天要为自己愚蠢的行动付出代价 只见杰西拿着剑一步步朝我走 你犯什么病 我去 小猫咪在跟杰西战斗 它居然在帮我 为什么你要帮雷吉 我才是你的主人 看来这只猫也想明白了 欠杰西的它都已经还了 它知道谁才是真正对它好的人 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哈基尼了 那个服务器里面有三个队伍 他们头上戴着不同的面具 戴着墨影龙面具的具有传送的能力 戴着猪磷面具的可以发射火焰弹 而我的队伍没有任何的能力 但在这场战争中 我们救助了一名受伤的猪磷队员 在我们的努力救治下 他对我们表示非常感谢 还打算把他的猪磷面具送给我们 我们不能要他的面具 对的我们不能要 赞敌你还是收回去吧 救人是我们应该做的 可赞敌确确要送我们说完转身就跑 我们见状只能追上去 我试图用鱼竿拉他回来 可下一秒我就掉入他设下的陷阱中 陷阱下面是赞敌的两个队友 上当了吧 乖乖听我们的话 要不然你就得隔屁 跑得好的大哥们 我听你们的话 给我老实点 直接走进前面这个传送门 无奈的我只能听从他们的命令 来到他们的地狱基地 然后我就被他们带到了牢房中 这个牢房由樱花树叶打造 下面就是岩浆湖 当我走进去后 他们就撸掉树叶把我关了起来 忘了跟你说这些树叶一会就消失节节节 你说什么不要啊 你们怎么可以出尔反尔 怎么办树叶开始消失了 我就要隔屁了 该死我不能坐以待毙 看一下背包里有什么物品 只要墨地势和紫松花 有了我可以种植紫松花 获得紫松果传送出去 等了两秒半紫松花就结果了 我马上录掉获得两个紫松果 这意味着我只有两次逃出去的机会 我的第一次很显然失败了 情况非常糟糕 在第二次吃下后 我还是没能逃出去 就在这时还出现一只恶魂朝我攻击 它的火球能把我这个平台炸掉 等等我想到一个办法 只要反弹恶魂的火球 炸掉对面的地狱岩 我就有可能逃出去 吃了几次终于成功了 非常感谢恶魂老哥 但你可以离开了 接下来我只要用钓鱼干 够这些地狱岩方块过来就可以 这操作对于作为高丸的我轻轻松松 两三下就把方块掉过来 现在我有七个方块 就能搭方块逃出去 没想转身就发现猪灵队员在看着我 一小子挺会玩的还想着逃跑 没有啦只是这里空气不太好 没等我狡辩 他就发射火球炸掉方块 吓得我马上后退 他又是两发火弹 把全部的方块炸火 大哥你就放过我吧 给我老实点就行 他说完就离开了 老实是不可能老实的 你说什么转身又是一发火弹 他听力那么好的吗 这都能听见 我现在要想办法离开这里 然后报仇 等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猪灵骑着红角兽这是什么情况 不管了背包我有马鞍 只能委屈猪灵哥哥让一下位置 可我用鱼干根本勾不中 这是怎么回事 那我只能用这个办法请你下来吗 一件两件再给你第三件 我的弓箭爆掉了 真的倒霉关键时刻掉链子 不幸邪的我再次拿出掉鱼干 可还是没有用我的鱼干 也同样坏掉 现在平台只剩这么一点空间了 难道帅气的我就要陨落于此吗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 远处有名字的标签 是我的队友来了吗 不是我的队友 是莫影龙的队伍 让我们摧毁这个基地 就不是我想要的 他们将在这里发起一场战争 别再靠近我们的基地 否则我将发动火球术 很明显战争不可避免 我要是能逃出去阻止他们就好 在外面的战况非常激烈 猪灵队伍要输了 不要怕我来救你了 什么情况是你在说话吗 你在干嘛我在这里啊 太好了小飞快点救我出去 那是当然出口在这里 小飞看那边猪灵队伍要反败为胜了 我们要输了那条蠢龙怎么还没飞到 看那个是什么 你们会火球术又怎么样我们有龙 快点跑那是莫影龙我们会被发现的 那又怎么样大不了同归于尽 我们躲在这里暂时安全 就在这时外面传来恐怖的爆炸声 我们赶紧跑到二楼查看 什么情况莫影龙被消灭了 在他旁边是猪灵队伍的面具 没想到猪灵队伍竟然有后背隐藏能源 直接和莫影龙同归于尽 但他们没想到我们还有一颗魔龙弹在孵化 我听到了什么 他们还有秘密武器没有用 我们完蛋了 快点回去保护好魔龙弹 等它孵化出来我们就可以统治世界 见他们跳入传送门后 我们打算去阻止他们的计划 然后我们就来到了他们的基地 但他们进入基地后一转眼就不见了 下一秒我们掉入了陷阱中 发生什么事情了 这是那颗龙弹吗 我们早就发现你们了 所以才引诱你们过来 没有啊 我们只是随便乱逛一 不管你们要干嘛 只要计时器结束魔龙就会孵化出来 到时你们就等着成为魔龙的食物吧 结结结 大哥我错了放我们出去吧 他们走了小飞 我们要想办法逃出去 看一下这些栅栏可以传递物品吗 我们来试验一下 不行我拿不到这些箭矢 怎么办 这事我要冷静下来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这里有天体 我把它放到龙弹旁边就可以炸毁它 太好了快点引爆天体 很抱歉我并没有打火石 什么看下我背包也没有 小子你有吗 我没有打火石但我有燃烧箭 那太好了快点引爆它 点燃天体了大家都往后退 随着天体爆炸 我们马上去查看龙弹 很遗憾病龙弹没有被炸掉 我们还是要先逃出去 我可以用背包里的竹子从上面逃出去 像这样摆放 然后用骨粉催熟后往上跳 但经过几次催熟竹子已经长到最高 我的计划失败了 竹子的高度根本不能从上面逃出去 小心背后的蜘蛛 我看见后背吓一跳 然而这小小蜘蛛根本伤害不到我 等一下这根线我可以合成出床 再利用床炸掉魔龙弹 小飞你来引爆我只有一个血量了 退到金里开外后我叫小飞引爆床 但结果魔龙弹还是完好无损 就在这时小子跟我说他有小木船 于是我们利用小木船成功逃出牢笼 现在即使气快结束了 我们要赶紧破坏掉魔龙弹 有人有稿子吗 我没有弹锄头可以吗 你别在这里搞笑了 稿子骂我这里有 还是小子你靠谱快点挖掉这些石砖 我在魔龙弹下面放上火把 再挖掉黄金块就可以获得龙弹 现在我们该这么摧毁这块昆弹 下一秒墨引龙队伍的人突然传送回来 小子剑撞让我们快点逃跑 他带着龙弹引开墨引龙队 最终小子剑逃不掉直接来到墨地边缘 把魔龙弹扔下了蓄空 自己却被墨引龙的队友用弓箭射下蓄空 我们想去救他可是来不及了 我们要帮小子报仇 所以我们趁墨引龙队还在外面 敲咪咪地进到他们基地借了一点点物资 然后来到墨地空岛的另一边 小飞想到了一个主意 于是他建造了这一个黑钥匙房间 其实他是由红石启动的黑钥匙牢笼 小飞让我带着这个天梯矿车回到主世界 任何通过墨地传送门传送天梯到这个牢笼里 而他却吸引墨引龙队的人过来这里 墨引龙队因为太过高而导致失败过一次 小飞就通过言语来激怒他们追赶自己 随后墨引龙队因为愤怒没注意到陷阱 直接被小飞关进黑钥匙牢笼中 我在外面收到小飞的消息后立马点燃天梯 最终天梯传送到牢笼里面消灭了墨引龙队 我们成功帮小子报仇 结结结太好了 只有一颗心的我 该如何战胜这些猎人 稍有不胜我就有可能死亡 更不幸的还是这地狱开局 我的天 一定要蹭到那个小水池 太极限了 只有一颗血 我哭了 脚下到处都是岩浆块和仙人掌 我若一步小心踩上去 定会当场隔屁 居然还有僵尸 被他摸一下我也会死小巧 逃跑的过程中我还得当心脚下 求求你别追了 这个地方得跳过去 不行 还得再跳一次 这也太折磨了吧 又冒出来一只大蜘蛛 我指的继续飞奔 也不知我该如何逃离这里 可恶的小毒虫 五落平阳被犬欺啊 走开走开 面前是死路 原来这里已经到头了 好高的墙啊 我该怎么上去呢 右边有个工作台 试试能不能够到它 很好 我可以做一个铁桶 然后去找刚才那个小水石 就是这里 先把下面的箱子拆掉 再把水的源头装进桶里 成功了 接下来我得返回墙边 随后利用水桶构建水电梯 一点点爬上去 上面有着一百只各种各样的怪物 我必须万花从中国 片叶不沾身 比我想象的还要危险 把水收回来 接着就可以飞速开润了 不过依旧要留意脚下的方块 快快快 就要成功了 来到边缘跳下去落地水 真不敢想象我居然逃出来了 三个小时后 所有玩家会被强制拉进决斗场 我只有一颗心 很容易被他们斩杀 但要是我能找到斩杀棍 便可颠倒攻守之势 这是一座猎人仓库 我特意换了个皮肤 能够完美融入这里 我要进去找棍子了 一动的时候尽量贴着墙 发现没人后便可以搜刮这些野生箱子 好像有人要来 我先躲一下 这位猎人是来存东西的 三秒后便急匆匆地走了 让我看看脚下有什么 一堆破烂 这边的箱子里有什么呢 隐身药水还可以 有了它我就可以大摇大摆了 不过得小心冒出的粒子气泡 棍子应该就在这儿 趁它转身我再开箱子 这么穷啊 wait who's opening my chest wait someone up here what's it down no it's up here I don't have chest up here wait is that particles I see 完了 我好像玩过头了 这家伙以为我出去了 趁着这个机会继续翻箱子 alright big if you're looking for my stick it's not here oh you'll never find it 现好就收 我可以撤了 you go downstairs 难道不知道穷扣墨追吗 以为自己有下戒合金甲就了不起 很可惜他们现在是我的了 斩杀棍确实不在它这 不过它的工具倒挺奇的 没想到这家伙还有龙蛋 由于这玩意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我可以用它来当陷阱的诱饵 从而收集斩杀棍的情报 先找一个离猎村远一点的风水宝地 搭建一个简易的飞式商店 随后就是最核心的部分 将小卖部前面的泥土换成沙链 然后布置一层告示牌 挖一个大概这么深的小坑 把龙蛋交易的地址发出去 很快我们的买家就来了 我想要知道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I'm offering you this totem for the egg 勉勉强强吧 也行 It's actually under the bedrock I under the perch point in the end 合作愉快 这颗龙蛋是你的吗 Thank you very much 不用谢 我的服务还没结束吗 What 完蛋 这家伙还活着 You're going to get this baked 可恶 这家伙反应这么快吗 不过好消息是我知道斩杀棍的位置 大概还剩两个小时 我必须加快自己的游戏进度 先来下届收集一些火焰棒和墨影珍珠 找到下届要塞了 可惜我只有两颗星 必须得小心谨慎 一个野生箱子 里面居然有钻石 真是壮大运吗 接下来去找刷怪龙 没听错的话 火焰人就在我头顶 先用方块抵挡他们的攻击 也可以作为拉扯要用的掩体 抓住他们两次攻击之间的间隙去输出 只剩一个怪的时候便可以忙一点 十分钟后 我带着五根火焰棒离开了 下一个目标是株灵堡垒 我得找他们借点金子 看得出来他们非常欢迎我 但是我非常设苦 还是自己悄悄摸进去做客吧 株灵的家当也太匪了 本着帮人帮到底的园子 这些野生金块我也帮他们收起来 随便找一位株灵把这些金币扔给他 希望能给我换一些墨影珍珠 给了五颗 还不错 我可以溜了 接下来可以返回我的传送门 可我却没想到 传送门前有两位猎人守卫 坏了 这些人在蹲我 我本可以等他们走了再出来 但我的时间很紧迫 对于这种情况 挖洞法便是最优解 可以借助猎人的名牌 确认传送门的位置 我来到他们脚下了 没有陷阱道具 我得想办法把他们引开 直接发动嘲讽技能 两个小丑 你爷爷在这儿吗 猎人当即恼羞成怒 我钻入洞里回头封路 随后跑到传送门下面破头而出 嘿嘿 这两个家伙不太聪明了 有经无险回到主世界 先合成几颗默影之夜 现在我得去找下届要塞 大概还有50分钟 找要塞又花了5分钟时间 希望这里的传送门 已经被猎人激活过 虽然他们很讨厌 但有时不得不承认 猎人还是有点用的 都找10分钟了 还没找到传送门 这个地方肯定是了 很好 传送门已被激活了 斩杀棍就在返回传送门的下面 要不是猎人告诉我 我绝对想不到他在这里 来到传送门旁向下挖洞 不对 为何这里什么都没有 难道那家伙在骗我 还剩半个小时 再挖5分钟试试 挖不到就另想办法 目前生命值最多的玩家 有20颗星 而基础血量是10颗星 看来我是被人骗了 在进入决斗场之前 我得尽可能剪除猎人鱼 这就需要做个陷阱了 先去青青草原找一些羊 为了收集羊毛 我只能含泪将它们送入轮回 再收集一些圆木 全部制作成床 为了让猎人来到这里 我直接公平喊话 斩杀棍在墨底 随后来到登陆平台守住带兔 将所有的床放在快捷栏里 谁露头就秒谁 来人了 我迅速放下小床 点击右键 成功击杀一位猎人 现在我有三颗星了 肯定还会有其他猎人来的 因为他们都是好奇宝宝 但我还是那句话 露头就秒 可以见好就收了 万一他们集结大部队 我就麻烦了 结果正如我所预想的那样 一支猎人小队进入墨底 他们在搜寻我的下落 十分钟后 他们在非要石柱附近消失了 原来他们都在柱子下面 斩杀棍不可能在你那儿呢 待会你完蛋了 猎人的行为结合刚才嚣张发言 我猜测斩杀棍百分百在那下面 无奈猎人现在都守在那里 我基本没有任何机会 对了 还得使用调谷离山记 先回到主世界 我得找到那座猎人仓库 猎人都在墨底 因此这里绝对安全 我的目标是灵魂杀和凋零骷髅头 拿上这些就得赶快返回墨底 毕竟一来一回就要花去十分钟 不用说你们应该也能猜到 我要在墨地召唤一只凋零 帮我吸引注意力 先超度一位黑施主拿到射立子 然后在猎人守护的黑药石柱 后面召唤凋零 光速远离案发现场 也许是因为时间所剩无几 猎人纷纷出动与凋零战斗 他们绝对想不到 我会在最后一刻溜进保险 在哪在哪 千万不能空手而归啊 一个箱子 终于找到他了 虽然外表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他的能力堪称半 被他击中的人会只剩一颗血 猎人拿他没用 但是我就不一样了 我还想再拿些东西 可时间却结束了 我们被传送到决斗场 我还没反应过来 猎人们就抄起武器朝我进攻了 殊不知我的手里有斩杀棍 谁敢上来我就打谁 但是我绝不练战 1v1我必胜 但1v2我就没什么优势 因为我只有四个血 我先找机会给他们每人来一步 被击中的人基本就丧失了战斗力 所有人都被我摸一遍了 可我这点血还是没法硬上 得想个办法远程击杀他们 弓箭这把武器就是个不二选择 看得出来猎人也很谨慎 谁敢靠近我我就射谁 这是个一对一的好机会 直接拿下一血 其他猎人终于察觉自己上当 他们抄起近战武器决定找我肉搏 但可惜你没有喊上自己的队友 还是那句话 一对一我无敌 再来个黄金到头 想偷屁股 很遗憾被我发现了 还剩最后一位猎人 你小子很会扭视吧 直接一剑将其送走 不到最后一刻 我是不会放弃的 这是驱逐方块 只要有人踩上去 就会被驱逐出服务器 而我的任务是阻止猎人 用它破坏天空村庄 但现在的情况是猎人们发现了我 一言不合就把我打下黑药石牢笼中 好在我反应迅速拿出脚手架缓冲 伤害才没有隔屁 你就乖乖在这等着被驱逐吧 我听到后顿感不妙 牢笼里有驱逐方块 他还在蔓延 大哥我错了可以放我出去吗 猎人跟我说他家没门就走了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 不要触碰到这些驱逐方块 但他们还在蔓延我不能坐以待毙 要想个办法逃出去 看一下我背包里有什么 这些物品应该能帮助我逃出去 等一下这个黑药石牢笼 我可以利用起来建造出一个传送门 可以看黑药石牢笼的结构 根本建造不了传送门 我只好放弃再使用这些木板制作出工作台 再用背包里的物品合成出活塞 一转眼的功夫驱逐方块就蔓延那么多了 我要加快速度逃出去 在窗户旁放下活塞 然后插上红柿火把 这样我就被活塞卡出窗户外面 就在这时一把三叉几飞了过来 你想干嘛给我进去否则我嘎了你 别别我只是出来透透气里面空气不好 但猎人很明显不信马上传送到牢笼里面 拿走活塞后挖开窗户让我进去 我无奈只能听从他们的命运 看着他把窗户封死我也很绝望 再看一下牢笼里面驱逐方块 我要想办法逃出去 可猎人还在外面看守着 我见状拿出钓鱼竿想把它钓过来 但还是失败了 他没有隔屁又爬上了藤蔓 情况比我想的还要糟糕 我背包里只有一个脚手架和一桶细血 我尝试用细血逃出去 这很明显逃不出去因为我没有靴子 距离合成出靴子只差一张皮革 对一张皮革等一下我有钓鱼竿可以钓出一张皮革 等了两分半钟后浮标终于有反应 但收干的时候毛都没有钓到 我就不信了再一次抛干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 没一会我就成功钓到皮革 可转身一看驱逐方块已经蔓延到一半 我小心地靠近工作台合成靴子 然后放下细血我现在穿了靴子就能站在上面 这样的操作看起来很难但对于高丸的我来说轻轻松松 也就失败一次就成功跳上牢笼顶部 可出来一看猎人早就用弓箭瞄准了我 还敢逃跑给我熄灭 我直接被他们射到掉下空暴 好在我及时抓住藤蔓才没有掉下去 但猎人怎么可能放过我再度射下箭矢 我看到底下有水坑便跳了下去 可跳下来却发现里面不简单 下面洞穴出现了猎人的名字标签 我立即挖掉旁边的泥土躲了进去 上面有个人逃跑这里的驱逐稿有没有丢掉 没有丢我已经把它藏好 那就好快和我去找到那个人 他们刚才说的驱逐稿应该可以挖掉驱逐方块 我必须得到它 于是我敲咪咪的来到他们的基地中 他们的物资实在是太多了钻石装备跟不要钱一样 我随便借了一点物资 但翻遍里面的箱子都没有看见驱逐稿 等一下我听见有脚步声 我赶紧拿出铁轨摆到缝隙里面 放下矿车随即藏到里面去 你们看到那个人没有 我在外面找了没有看见 等他们走了我就用同样的方法走出去 在里面找了两分半后我看到一个箱子 打开一看里面有一把驱逐稿 我马上放进背包正要开溜时 转身看到猎人们已经把我围住 我的发质是什么情况 下一秒我就掉下陷阱中 我立即用藤蔓保住小命 猎人们高兴地走下陷阱 我趁机搭高利用藤蔓爬了上去 逃出门口还不忘拿一套钻石套装 这时猎人们也发现我逃跑了立即追出来 出到外面这里的世界已经被驱逐方块蔓延 显示位置我们快点追上它 等一下我身上什么时候被放了一个追踪器 这样情况不妙啊 也许我也可以利用它来制作陷阱 我真是个天才 于是我用驱逐稿收集了一点点的驱逐方块 来到一处山洞中铺设活塞加上红石制作出这个陷阱 在陷阱下面铺满黑钥匙和驱逐方块 然后扔下追踪器这样他们就会认为我躲在这里 现在我只要等他们被吸引过来就可以 看到猎人的名字标签了是他们追过来 我见状马上启动陷阱 猎人便掉下陷阱 我立即挖出去封住陷阱的顶部 到我在外面等待了两分半 他们还没有被驱逐 原来是我犯了的低级的错误 没有在他们脚下铺设驱逐方块 他们有下界合金搞一会就能逃出来 然后天空村庄就会被他们给破坏 接下来他们就会团结起来对付 所以我必须消灭他们 于是我又回到天空村庄对着猎人们大声呼喊 吸引他们过来围攻我 在他们全部围上来的时候 我丢下墨影珍珠 随即放下去逐天梯并拥抱他 猎人们被炸的掉下地面 我则是利用墨影珍珠安全传送到地面 猎人因为没反应过来 统统摔下地面全部隔屁 这也宣告着我赢得胜利拯救了天空村庄 结结结太好了 无论多么强大的生物到我手里也只消一件 这股力量源自一个传说 我手里的这张是禁忌宝石的地图 一旦玩家集齐这四个宝石 就会获得无限强大的力量 这也意味着它在服务器里将在无敌手 而我却是被意外卷进来的 谁知道会在这种地方遇见猎人呢 不曾想沸沸直接把我踹了下去 还好我手里捏着干草块 我勒得去 这红色的苦力怕是怎么回事 而且一出现就是两只 好在这玩意儿的爆炸效果和普通苦力怕是一样 从这里进去应该就能找到宝石吧 居然又是这种闯关环节 不过跑酷对我而言轻轻松松 可我还是太年轻了 下面的容颜居然会上涨 看来得赶紧开始闯关了 我可不想被容颜追上 身后竟然还有两只小白 弄哨我也 真是前有狼后有虎呀 不过只要我跑得够快就不会出事 最后两条逃出小白的射箭范围 哈哈 一看一个不吱声 不成想这上面居然还会刷怪 要是被这家伙碰一下 估计我就要泄菜了 没办法 我只能先下守围墙 岩浆距离我还有无名 吃完牛排我便开始了下一关的跑 可能是我太着急了 一不小心还掉了下来 这种失误只能出现一次 一分钟后下面的站台被岩浆淹没 已经没有任何的试错空间 如果容颜再长一次我就完蛋了 做一个悠长的深呼吸 最后这一阶段就让我一口气抵达终点了 还差最后一条 哈哈 成功了 我上岸后岩浆刚好淹没台阶 红色宝石应该就在前面的浅影盒里 我不其然 看来这般冒险是值得的 不会吧 早知道我有墨影珍珠就不用跑破 算了 反正宝石也已经到手了 我还差三颗宝石 猎人居然敢利用我 等我集齐宝石 你们都得完蛋 突然间画面一闪 服务器提示地牢陷阱与惊火 坏了 难道我又被传送到监狱里了 好烦呀 怎么老是跟我过不去 更要命的是头顶还在掉落滴水石锥 被这玩意儿砸到肯定会当场文化 我还看不清石锥是从哪掉落的 这就意味着它们完全随机 我得找个地方躲一下 感觉这里就挺好的 石锥绝不可能砸到我 突然我被人推了出来 原来那里是刷怪的地方 四个角落的僵尸都朝我袭来 我唯一的武器便是这把木狗 虽然攻速慢了一点 但只要能击败僵尸就行了 一步留神 一块石锥便从我耳边擦过 我不禁汗流加倍 包里还有一些树叶 我可以用它们搭建一个简易的安全棚 在这期间还得时刻注意天上的飞来横火 总算是做好安全棚啊 在这下面我就安全了 再也不用担心石锥了 可突然出现的苦力啪却杀我个措手不及 安全棚也被这家伙炸毁 还有12块黑钥匙 或许我该造的下界传送你 可惜我没有点火工具 这就比较烦了 对了 我的木稿可以挖掉这些砖块 希望下面有出口 很好 有希望 可当我挖掉最下面的几个砖块时 绝望的阴霾再一次笼罩了我 算了 就当是收集一些方块了 用红砖制作一个新的避难所 希望不会再有苦力啪卵了 但这次来的是TNT矿车 难道我就这么倒霉吗 我丝毫不怀疑自己喝凉水都会塞牙 没办法了 手里的黑钥匙只能用于做避难所 毕竟这玩意儿是炸不坏的 突然想起来包里还有一张床 我知道该怎么出去了 可以把它放在角落的这个地方 接着封上一块木板 然后我直接睡上去 在我起床的时候就会穿墙出去 不对劲 我为什么没有出去 肯定是右边没有堵死的原因 把头顶也封起来 这下绝对能成功 我再次躺上小床 充满期待地按下起床键 怎么还是这样啊 背包里还剩两颗墨影珍珠 网上扔肯定扔不出去 我得找个角落 说不定能穿墙出去 把小床挖掉 没有木梯就用水流代替了 在我升到最高点的时候 制出墨影珍珠 可惜就差一点 刚才已经看到外面的世界了 我还能再试一次 但是感觉没必要 因为我不做没把握的事情 想想还能做些什么呢 真不敢相信这些石锥还没有掉落完 这都已经过去五分钟了 等等那不是火焰人吗 躲过射向我的火球 来到他的面前进行近战搏斗 将他击败后得到火焰棒 先做出一个工作台 把火焰棒磨成火焰粉 然后制作墨影之眼 最后就可以做出墨影箱 哈哈 里面有我珍藏的钻石稿 将它取出来后我开始挖墙 等我出去后一定要集齐其他宝石 只见一道人影闪过 无愧是猎人 果然实力强大 你在开什么玩笑 跟凋零相比我才是玩具好吗 不料事态突然180度转弯 滴水石锥居然帮了我 再也不会说石锥的坏话 我走过去把沸沸的东西捡起来 绿色宝石现已在我手里 如今我已集齐一半的宝石 距离称霸之路越来越近 这家伙甚至把第三颗宝石的指南针也给我 希望子宋果能送我出去 成功了 我终于出来了 不太妙 猎人居然正守在门口 反应过来我迅速转身 从身后的水电梯离开 我掏出宝石指南针 得在他们抓到我之前拿到宝石 我打开第三人称视角 以便更好的观察周围 我始终朝着指针的方向前进 感觉那个洞穴里肯定有什么东西 快快快 一口气冲进去 这里应该就是入口了 但是我该怎么进去呢 等等 这个藤蔓从哪来的 我顺着它滑到地下 没想到竟会这么顺利 忽然身后传来猎人的谈话声 此地不宜久留 虽然面前的跑酷非常危险 但是身后的猎人更胜一筹 我只能豁出命的狂奔 直接一口气抵达终点 务必一下我都不知道自己这么厉害 宝石一定就在这个走廊的尽头 忽然飞过来一颗墨影珍珠 看样子不像是猎人 那它会是谁呢 可恶啊 居然被它给摆了一刀 猎人都不能在我这儿占到便宜 竟然被它给截活了 我付出这么多努力 你想一句话就把我打个早 一不留神便中了它的陷阱 导致我动弹不得 等我从蜘蛛网正拖出来的时候 戴希已经甩我20米的距离 你可别被我挡住 不然有你好果不吃 要是没出意外的话 我现在就只差一颗宝石了 居然还开始嘲讽我了 没想到它还是有点东西的 差点就被这家伙挤到悬崖下面 我改主意了 只要抓到它就直接处决 看你能跑到哪去 凭借我的这把武器 仅三件就能将它斩杀 现在只差最后一件了 不知不觉逃到一座沙漠里 这时前方的沙子掉落挡住去了 哈哈 感谢上天助我一臂之力 不料下一刻我俩突然坠底 脚下响起TNT激活的声音 我赶紧钻进一旁的通道里 我有一种非常不好的感觉 这是你布置的陷阱吗 还真有 我开始观察四周 发现对面也有一个坚守者 这可不太妙 哪来的声音 我去 是猎人 这不废话吗 我肯定不想呀 也别千万别 好汉不吃眼前亏 不就是宝石吗 给你就是了 我把手里的两颗宝石丢进漏洞里 我暗示戴希不要多嘴 他没有什么宝石 我们在洞穴里什么也没找到 你在说什么 坏了 我隐隐有种不好的感觉 这就是一个黑红灯 这些黑红灯都变成了 这些两个宝石会发现 你能不能说再见 你的宝石业 果然如此 与我所猜的大差不差 猎人要助我们于死地了 没机会 我会见你 我会见你 你们要去哪儿 我诅咒你永远找不到宝石 猎人终于走了 不用再演戏了 带希第三颗宝石在你那里了 没毛病 这样猎人最多只能有三颗宝石 但是这座监狱是个大麻烦 红石垫路怎么跑得那么快啊 感觉我们最多只有三分钟的时间 得想办法做点什么 这倒是个好主意 看看下面有没有路 可我们越挖越失望 不是下界合金块 就是基岩或者强化身板 这简直就是得了我的真船啊 我接来小木船 随后开始在角落里卡穿墙 第一次尝试失败了 在收回小船时得小心别引爆莫营水晶 在我的谨慎操作下没有发生意外 接下来开始尝试另一个角落 直至四个角落全部试了一遍 看来这招也行不通了 这时我注意到最下面一层的红石已经全部点亮 只有两分钟的时间了 让我想想办法 有这种好东西不早拿出来 随后我俩开始搭建传送门 很好 框架已经搭建出来了 带锡 我们可以激活它吧 我打开背包看了一眼 没有怎么办 难道今天真的要被坚守者生吃了 不对 还有其他办法 我包里有苔藓块和菇粉 看看我们能得到些什么吧 我将骨笋不断地撒在苔藓块上 杂草不要 树苗就很好 鹿鹑花树来了 接着就是最普适无华的露树 你可能想问我要圆木干嘛 因为我要用最普适无华的搭高法出去 做出20块木板 随后我便开始向上一层重的搭方块 木板用完了就用沙子 距离上面已经非常近了 但由于我的规划出了问题 这导致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与自由失之交臂 就差最后三米了呀 明明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 无奈只得回到下面去 都怪我浪费了太多时间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 这里不是刚才猎人站的地方吗 或许这里有出口也说不定 太棒了 有一条楼梯 很好 这里有扇门 什么情况 里面被堵上了 更不妙的是一群僵尸落在我脸上 我边推边打 可他们数量太多 我只好推到下面 喊黛西帮我一起 他虽然没有武器 但是他能帮我吸引火力 不一会儿就斩杀了所有僵尸 真是天主我也 我们可以做打伙食了 传送门刚点亮 我就迫不及待地钻进去 经过三秒的营场 我们顺利抵达下界 但不知为何我们依旧在监狱里 而且下面还有上百只凋零窟窿 看来这里也不安全 下时间这些小黑冲了过来 我们迅速躲进传送门里退了回来 好险 差点就被人乱刀砍死 我看了一眼计时器 发现第二层的红石也已全亮 第三层的红石只差两横了 大概也就是三十秒的时间 你想干嘛 千万不可以乱寿 我去 四颗宝石集体现实 如果杰西知道第四颗宝石在我们这就完蛋了 这不TNT矿车吗 虽然胜算很低 但我觉得可以遗失 包里正好有根钓鱼单 那就到我的表演时刻了 杰西 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当然是最后一颗宝石了 别看了 你快下来拿吧 在我们的完美配合下 杰西当场涌落 那两颗墨银水晶帮了我们大猫 我把杰西的掉落物捡起来 四颗宝石如今都在我手里了 我打开收集地图 果然都是货真价实的经济宝石 杰西 你还有剂装 真的吗 我勒个去 居然这么帅 不知道传说中的无限力量 是不是真的 不用怕杰西 看我一刀一个 只见我一剑挥出 坚守者当场倒地 这就是力量的感觉吗 好吧 收集器还给你 我不欠你们了 他们终于意识到 我集齐了竞技榜式 可现在想跑已经晚了 我启动尸停 走过去开始了 我的可汗大冰冰 没人能在我的手里 撑过一挥 这次的胜利杰西功不可没 回头必然把他写进足 猎人将我困在黑钥匙监狱里打算收集我的数据 克龙出另一个我 当他们克龙成功后我就会被嘎掉 我听到后立马选择退出游戏 但我的案件全部被猎人给封锁了 该死该死我要逃出去 野子无畏地挣扎了钥匙在我手里 能把钥匙给我吗 你还是先看一下头顶吧 我抬头一看有个猎人放下钓鱼杆把我钓到上面 好在我及时用藤蔓缓冲才保住小命 就知道你没有那么容易嘎掉 接下来你要躲避掉下来的钟乳石 我要收集你的反应数据 警告你不要想着逃跑 怎么办怎么办我要想着办法逃跑 等一下我的血量怎么变颜色 是不是头上这个头盔导致的 你是拿不下这个头盔的 猎人的话我当然不相信 可在尝试几次后我确实拿不下 怎么办我聪明的大脑被控制了 血量还在不断流逝 退出的案件也被封锁 好的让我们冷静下来思考方法 现在我拿不到猎人的钥匙 那我只能用武力破坏解锁头盔 看一下背包里的物品后 我放下一块泥土并在上面放发射器 然后我将在这里制作出一个红石装置 打算用发射器破坏掉头盔 但下一秒我就后悔了 这个愚蠢的方法根本没有一点卵用 就在这时一道闪电劈下 于是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我撸掉泥土块然后用它搭到外面去 但这些泥土并不够让我搭出去 突然我被掉下的蜘蛛攻击 吓得我马上跑回到里面 等一下我有线和缓慢下降的箭头 我可以做的就是嘎掉蜘蛛再多拿两根线 然后我就可以制作功了 小小蜘蛛交出你的线来 可让我没想到蜘蛛被嘎掉后毛都没有掉下 这时我头上这个头盔开始垫击了 等等我的血量越来越低 是不是猎人它们已经收集完数据了 在最后一个血量是我吃下金苹果才没有隔屁 不行了我要赶紧逃出去 看一下背包还有什么物品 我有一个苔蜆块一些骨粉 太好了我可以利用这里物品逃出去 我真是个天才 就像这样放着苔蜆块然后朝着它 撒下骨粉这样就会长出一棵杜鹃花树 再用骨粉催熟长大 撸掉木头后就能获得木板 用这些木板搭出到外面 头盔被雨淋道发出一响是出故障了吗 看一下我的血量已经恢复正常 好在让我们继续乳木头制作出工作台 合成小木船逃出去 下一秒一道闪电劈下把我的小木船劈没了 什么鬼运气我这么倒霉的吗 我要去阻止克隆体的生成 它应该已经完成到70%了 就在这时我面前出现一只小白 这不是在给我机会吗 我需要它身上的弓箭 于是我花了两分半向它借到一把弓箭 我只要朝天上发射缓降箭士 在它掉下的一瞬间被它击中 我就获得缓降效果 顺利逃走后我也可以摘下头盔 接下来我就要去破坏我的科隆体 敲咪咪的进入猎人的基地 收刮了大量的天体 刚才我进到房间就看到猎人拿着钥匙 于是我来到他的房子顶部 在上面摆好天体 只要启动天体 然后马上用墨影珍珠传送走我就会没事 结果和我想的一样 拿着钥匙的猎人被炸得隔屁 但当我想回去捡钥匙的时候 杰西发现不对劲 带着他的宠物拿走了钥匙 我试图抢回钥匙 但杰西已经叫猎人们来抓我 所以我只能逃到沙漠神殿里 在他们跳下来后 我触发压力板并吃下子松果 传送到了神殿外面 然后猎人们就被神殿地底下的天梯炸飞升天 可我还没有逃跑成功 猎人已经派出我的克隆体出来消灭我 嘎掉嘎掉统统嘎掉 他一直重复说这句话好像智商并不高 我尝试用水阻止他追过来 看他站在原地我以为成功了 没想下一秒他竟然飞了过来 我只能跑到山洞里吃子松果逃走 没想我直接逃到了猎人的金库中 我走进去想看一下猎人有什么宝贝 猎人就察觉到立马传送过来 你想做什么 吓得我转身就跑 当我跑出去后门直接封锁 我已经无路可以逃 猎人再一步步靠近我 我等这个时候等得太久了 让我亲手嘎掉他 就当我接受命运是 我的克隆体从天而降 他要做什么 只见克隆体对着猎人发起攻击 猎人们根本不是克隆体的对手 我趁机拿到猎人的隐身药水喝下 看着猎人被克隆体消灭我也解气 但现在我的隐身效果还有24秒 我必须逃走了 于是我收刮了猎人箱子里的物品 利用梯子爬到基地顶部 再用墨影珍珠卡出基地 现在我的克隆体已经消灭所有人 而他下一个目标就是我 现在我的克隆体已经无敌 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只能用这个卡顿方法逃出这个世界 再用了两分半时间后制作出了这个装置 只要点燃这些天梯我就能逃离这 随着一声爆炸我的屏幕开始卡顿 最终我成功逃离节节太好了 按照藏宝图的指示我找到一座金字塔 可我全然没注意到脚下的陷阱 就这样下一瞬我便飞上云端 在云中发现一个小平台 极低的能见度让我被迫选择降落在上面 差一点我就要无了 突然猎人开始捕刀 还好我反应迅速 掏出蜘蛛网垫在身下 交出背包里的一切 无奈我只好交出所有的装备和工具 猎人们扬长而去 只给我留了一扇铁门 正当我思索如何出去时 杰西又给我带来了重磅消息 你已经被怪物诅咒了 等待迎接审判吧 起初我以为猎人只是在装神弄捕 可很快我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我的身后出现了一只全身铁甲的僵尸 而我只能赤手空拳地和他搏动 战斗了两分半后 第二只僵尸又刷新出来了 随后怪物刷新的速度越来越快 直至小白的出现让我更加难以招假 当我好不容易解决一只僵尸后 一只闪电苦力怕出现在监狱里 无奈我只能退居角落里进入防守状态 利用第三视角查看怪物位置 封死头顶 随后挖掉面前的泥土块 我想到一个绝妙的点子 可以利用苦力怕帮我摆脱这些怪物 要是失败了就一起吃戏吧 很好 成功了 铁门也被炸开了 我直接冲出监狱 去往楼梯下面 可我没想到这里居然是一道关卡 身后的通道已被封死 30秒后这里就会自毁 看你的造化了 这两句话说完我就只剩25秒的时间了 猎人真是狡猾至极 可在我绝对的跑酷实力面前 让他们5秒又何妨 两位猎人还在不断的射箭骚扰我 我却根本不为所动 为了防止被他们射中 我来回跳跃续缓一枪 随后趁他们拉弓时来到中间 虽然我中箭了 但这并不打击 直接一股作气冲到镜头的黑药室平台上 接着来到下一关的出发 身后响起轰轰烈烈的爆炸声 第二关居然连个路都没有 这我怎么可能过去 第二关考验你的射数 这些箭矢给你 你必须射中所有的靶子 才能到达下一关 总共有四个箭短 而我却有七只箭矢 三次容错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拉满弓箭射向第一个靶子 中把之后迎时就会亮起 瞄准第二个靶子 可这里我没把握好角度射空了 身后突然响起铁针砸下的声音 这要是砸到我 身上至少也得紫一块 看来我只有一次容错了 不慌不慌 我调整瞄准的角度射向第二个靶子 这次成功命中 瞄准第三个靶子 可惜手抬得低了一点 这次我被铁针砸中 直接就半血没了 要是我再失误一次就紧了 我增加抬手高度射箭 随着银石亮起 我将箭矢对准最后一块靶子 有着前面几次的经验 这次我不可能再失手 哈哈我就知道 面前出现了一道黑曜石桥 我沿着它走向镜头的通道 看样子这里是个迷宫 随着系统提示出现身后的道路被封死 我沿着迷宫开始行走 终于在经过三个转角后 发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 这里有着四个金块 可我没法徒手挖开它们 我猜测这里是个需要启动装置的机关 想到这里我开始在迷宫中 寻找起拉杆或者暗命 可我突然撞见一只掠夺兽 它一转身就拱掉我两颗星 吓得我只能狼狈而逃 没多久前方又出现一只掠夺兽 我被两面包夹了 富贵险中求 我从它的身边挤了过去 仅剩半颗星了 补充好状态后我找到第一个拉杆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继续在迷宫中寻找 而掠夺兽也在寻找我 找到第二个拉杆了 到达一处转角这里 前面被掠夺兽堵住了 左边也走不通 无奈我只能回到刚才的地方 来到金块这里了 我将拉杆放在上面 随后继续去寻找剩余的拉杆 在一只小白身后找到一个 接着又在迷宫的角落里找到最后一面 此时我再次面临被掠夺兽包围的情景 赶紧跑到机关这里 插上剩余的拉杆 将它们逐个启动 通道开启 我成功抵达地面 掠夺兽看一眼后又退了回去 我自由了哈哈 可猎人凭空出现在我面前 看来他们对我的动向十分了解 你不会真的以为能逃出我们的手掌心吧 你不过是我们实验室里的一只小白鼠罢 我连连求饶表示自己是个乖宝宝 绝不会有任何违抗 而猎人也是一如既往地将我带到基地里关押起来 他们将我带到一个黑曜石监狱前 随后将我推到里面 反手将铁门关上 好好在这里享受你的游戏时光吧 哈哈 他们想逼我退游戏 我偏偏就不退 我还要把这些都还回去 这个猎人还真把自己当狱警了 马上我第一个就拿你开刀 我尝试着去触碰左近的箱子 不断地调整距离 刚刚好能够到箱子的边角 我将里面可能用到的东西尽数取走 拿出背包里的工作台 将它放置在狱警看不到的地方 接着我做出酿造台和火焰粉 狱警没有看过来 我放下酿造台 随后制作一些玻璃瓶 将它们煎满水 接着再去箱子里取走一些东西 回到工作台制作出精力 然后是金胡萝卜 这样我就可以酿造隐身药水了 再制作出一个发酵蜘蛛眼 将它丢到酿造台里 隐身药水制作完成 我还差一把武器 造个实践出来凑乎用 磕下隐身药水 偷偷溜到狱警身边 趁他打磕睡给他来一击 挨打后他直接一个激励 随后发现监狱里没人了 他打开牢门进来查看 看到酿造台后他若有所思 他好像是在寻找我 再耽误下去就没机会了 先下手为强 我直接抄起实践对他一顿暴走 三秒就将他斩鱼胯下 拿到钻石膏 我直接挖穿牢门逃出去 猎人知晓了预警的死讯前来调查 可他们却不知道我就在身边 等到他们都进去后 我悄悄溜了出去 他们找了一圈并没有发现我的踪迹 趁着隐身时效还在 我直奔猎人仓库里开始搜刮 搜刮完一个仓库 赶紧转移到下一个 进入眼前的红砖房子 我刚打开箱子就听到天地引燃的声音 连忙拿起一颗墨影珍珠扔出去 成功逃出升天 好险好险 差点我就被猎人给阴了 怎么会有人在家里布置这种陷阱呢 这样一来猎人也察觉到我还在基地里 我绕到爆炸点相反的猎人哨塔里 在一楼的仓库发现许多的沙子和告示牌 拿到这些物资之后 我已经想好要造什么类型的陷阱了 距离猎人村庄一千米处 找到一块风水宝地 先用木板围出一个五成五的底座 随后一圈一圈地向上搭高 一直搭了五十米的高度 回到底层将下面的泥土块换成黑钥匙 再将下面两层的木板也换成黑钥匙 外面再围上一圈木板做演示 防止到时候猎人起了疑心 下面流出一个小洞 接着再离第一米的高度摆满告示牌 随后回到顶部开始放置沙子 直到最后将沙子填满 这一步花了我十分钟的时间 回到下面再检查一下 万事具备只差猎人 我还得做一身钻石甲 防止到时候我还没跑到这里便被猎人逼 来到猎人村庄 我热情地和他们打着招呼 他们看到我先是愣了一秒 随后一起冲上来对我动起手脚 我在人堆里勉强坚持了两秒半 因为状态掉得实在太快 吃块牛排补充状态 没想到猎人不给我喘息的机会 差点就将我直接送走 我不断地躲避着猎人发射的箭矢和三叉戟 我的落荒而逃让猎人格外兴奋 他们越追越上头 这阵和我赢 我一头扎进提前布置的陷阱 等到猎人也钻进来后 我扔出墨影珍珠来到外面 然后转身打掉告示牌 接着用黑药石将入口堵上 再将小洞也堵上 猎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 反应快地已经掏出钻石产挖沙棗 但他发现根本挖不完 猎人们或早或晚都已上了天堂 而我也完成了对猎人的制裁 想审判我 你们还嫩着呢 一上线我就从自己的基地里掉了下去 看来这又是猎人的把戏 我按他们的要求卸掉盔甲交出工具 正当我以为这样就能太平无事后 猎人一脚将我踹至身后的核反应堆冷却水里 随后我亲眼目睹他们制造僵尸突变体的过程 这只大块头静止朝我奔来 不仅如此 他还一声咆哮召唤出20只普通僵尸 我手无寸铁 只能避开僵尸围攻 寻找可能生还的机会 就在我绞尽脑汁想办法时 忽然听到有人喊我名字 原来是猎人阿里 我并不知道同伴在做这些生物实验 希望你能帮我阻止他们 这本书将会指引你逃出这里 说罢阿里扔下一本书便走了 拿到书后僵尸已经围了过来 见前面有一扇门 不假思索我便躲了进去 养成随手关门好习惯 没想到隔着一扇门他们也能打到我 打掉盔甲架 原来这些是防护服 有了这些就能减小核辐射的影响了 在箱子里还找到一些生物复合剂 以及武器和食物 趁着他们不注意我直接冲出房间 随后开始对落单的僵尸下手 没想到这把斧子的威力这么大 一个跳坯就能直接送走一位 目前能伤到我的只有那头便于僵尸 他一拳就能打掉我两颗心 看来我还是得先从普通僵尸下手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结果他直接一把将我先飞50米高 落地时猛地半血没了 补充下状态 此时场上的普通僵尸都被我清理干净 只剩我们两个了 我以摸透他的攻击方式 分别是磕头阵地和抬手击飞 击飞是最危险的 一不小心被击飞了 落地还剩两颗心 本想补充状态在站的 可我没想到他居然能跳上来 无奈只好躲进冷却水里 等状态恢复后继续战斗 历时八分钟终于将他击败了 但为什么他的尸体不会消失呢 结果下一秒他便又站了起来 我没反应过来直接挨了一击阵地 比起物理上的震撼 精神上的震撼更致命 听到他又在咆哮召唤僵尸 我赶紧回去趁他需要他命 很快就再次将他击倒 接着没开三度又站了起来 这家伙到底有多少条命呢 我不信邪 今天必须杀他一百次 可惜他只有三条命 还欠我97条 这大块头竟然还能爆装备 简单试了下这把锤子 可以释放他的震地技能 僵尸肃清后我终于有时间看书了 去往二号房间 然后拆掉黑钥匙墙 我按照指引去做 找到了一把传说贺嘴厨 不成想着玩一笔钻石搞还好 五秒钟就能挖掉一块黑钥匙 清理掉入口处的僵尸 打开铁门进入里面 这里是冷却水控制室 门后有三只僵尸拦路 正好让我试一下新到手的武器 两发阵地将它们全部送走 书上让我向右走 我按照提示前进 过五关斩六将来到最后一个房间 箱子里都是空的 书上提示到了这里上楼梯 并提醒楼梯通道将在四分钟后自毁 看来得抓紧时间了 当我跳上楼梯后才发现没那么简单 只见十只僵尸将狭窄的楼道堵得水泄不通 它们的出现给我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使得我跳上铁栅来失误了 还好有蜘蛛网给我做缓冲 这才没有直接落到僵尸脸上 我跳上楼梯 略微阻拦最近的僵尸 随后继续攀爬这些更像是跑步的玩意 这次我成功跃上铁栅来 还差最后一点就能登顶了 可惜我再次失误 坠落后直接被尸巢吞没 靠着手中的巨斧 我直接杀出一条路来 再一再二不再三 第三次我终于一口气爬到顶部 一出门我就看到右边的尸巢 以及左边的变异僵尸 我赶紧钻进通道中间的房间里 这是哪里呢 告示牌上写着武器研究室 顺手将小绿豆瓶收拾了 中间的箱子里赫然盛放着一堆 传说级的武器和防具 迫不及待将它们穿在身上 在角落的酿造台还拿到一些药水 有了强力的装备 这下我就可以杀出重围了 可我还是低估了失潮的实力 还没出门呢就被它们赶回来了 好在门凤窄 它们只能一个一个进来 我刚好跳起来一刀一个 不知是从哪里窜出来的六只狼狗 它们与我并肩作战厮杀僵尸 最终成功助我杀出重围 来到通道的尽头处下了木梯 总算是逃出猎人的核研究所了 这时我发现猎人阿黎正在下方等着我 很高兴能看到你成功跃语 你可以将那把传说搞给我吗 没问题 大恩不言谢 阿黎很爽快地要带着我去破坏实验室 一看到墙后埋伏的猎人 我立马转身就润 我居然又被他们给骗了 雷吉你跑什么呀 你不是要来阻止我们吗 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 对于猎人的嘴炮 我是一律当作没听见 反正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脚下猛地传来剧烈的震战 紧接着我就掉入TNT炸出的大坑里 五十只僵尸将我团团包围 猎人还在一侧朝我射箭 索性他们的剑大多都射在僵尸身上 背包里没有方块 传说稿也被骗走了 我得想办法出去 可是眼前的僵尸和头顶的猎人 显然不可能给我思考的时间 既然如此我就将这些僵尸屠戮殆尽 没过多久猎人就觉得索然无味离开这里 一有机会我就打开背包 不知道这些生物复合剂有什么用 十分钟后我将最后几只僵尸送走 仅留下一只 接着我拿出背包里的生物复合剂 将它撒在僵尸身上 经过一阵痛苦的咆哮后它变异了 果然如此 这个想法很疯狂 利用变异僵尸的鸡飞将我送出去 我先给自己撒上缓浆药水 随后等待它把我抛出去 来了来了 它一个劲地给我磕头 在我还剩两颗心时它发动了鸡飞技能 差点我就躺着出来了 猎人绝不会想到我能以这种方式越狱 在对猎人进行审判前 我得先去借点东西 利用泥土块爬到屋顶上 接着开始摸索猎人的研究所 在路上我发现一个告示牌 上面写着生物DNA样本 我好奇地打开箱子 发现是一些怪物弹和生物复合剂 我懂啊 猎人表面上在做核实验 实际上在用核辐射做生物实验 利用缓降药水来到刚才的武器研究室 我得到了一把新的传说稿 戴上这个新的头盔试试 我勒个去 居然能看到生物体的灵魂 猎人科技值得信赖 可惜就是他们的科技术发展歪了 我来到生物研究所 一千米外的一片树林里 随后开始向下打动 这把传说产一次性就能挖掉九个方块 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在地下挖出一个200立方米的密室 随后在中间布置上TNT 接着来到上面将它们掩盖上 再铺上压力板 陷阱的轮廓完成了 到时候我就直接跳过去踩压力板 猎人便会掉下去和怪物兑现 将所有的怪物弹都孵化掉 最后就可以动身去往猎人的研究所了 恰好此时的猎人们也已发现我越狱不见 看到我朝他们走去 还以为我是刚越狱呢 猎人们自是有着传说级的装备便将我不放在眼里 我表面上装作惊讶 心里却暗暗好笑 我们在野外开展一场追逐大战 忽然我眼前一黑 事业被限制在三米的距离 好在限制持续不了多长时间 我装作惊慌失措抱头鼠窜的样子 猎人一边哈哈大笑一边加快脚步 我回身堵上洞口随后踩下压力板 接着继续堵动 就这一瞬的功夫猎人便纷纷坠入下方的怪物房里 让他们也常常被变异生物包围的滋味 仅仅才过去十秒钟 这只猎人大队便无疑信存 僵尸们发泄着他们的怒 这种非人道主义的实验终究为天理所不容 这个玩家叫老巴 这天他偷偷潜入了朋友们的家 因为他的损友们抓住了他的宠物 美羊羊 并扬言今天要吃羊肉汤 老巴不忍看到美羊羊惨遭毒口 于是决定冒险去救他出来 就在老巴成功将美羊羊救出准备逃离现场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隋友们将老巴带到了一个全是由基岩建造的监狱里面 这是一个会随着时间不断缩小的基岩监狱 老巴该怎么在被压扁之前逃出去呢 为了以防万一 玩家将监狱里仅有的几块原木和伙伴们收入囊中 击杀了两只喜羊羊得到了生肉和羊毛 密室中间的铁轨上有一个矿车 矿车上有一个箱子 箱子里面只有一个图块 这就是所有能用的东西 老巴用木板做出工作台之后 监狱就开始缩小了 喜羊羊被卡得只剩一只羊腿了 而且就当老巴搭方快上去查看的时候 监狱再次缩小 差点把老巴搞窒息了 此机步行老巴又心生一技 他把箱子放在墙边 然后在上面密起火板门 心想这样空间收缩的时候 他就可以跟着火板门一块出去 结果不仅没有出去 还痛失一块火板门 可以看到 现在的密室明显小得太多了 就在玩家着急的时候 老巴的损友们又来煽风点火了 I don't know Do you see a name tag? Bro It's shrinking way too much It's shrinking way too much Please come on I can't really get you out I don't know what to tell you Bro Tell me tell me Come on just move over to my side Forget them They don't treat you right They're making me up a good They don't know how that 着急的老巴想坐船滑出去 结果还是一样 防止小船被吞老巴 只好收起来想别的方法 于是老巴想用同样的方法试试矿车 但矿车总是被弹回来 Tell me this is one time you're not good to me Oh wait this might low-key work I'm trying to push you Now if I might hunch is correct And this goes in the corner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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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glitching It's shrinking It's shrinking It's shrinking I don't want to lose these items I don't want to lose these items at all Okay this is bad This is bad This is bad Oh my No no 现在空间只有三成四格了 老巴之胜这最后一个方法了 他关上火板门 趴在火板门下面 等监狱收缩到最后一格的时候 老巴再打开火板门出去 I think just about now Go Oh 老巴终于逃离这个可怕的监狱 接下来就是找损友们报仇了 逃出生天的老巴偷偷潜入了损友基地 此时的损友们正打算拿美洋洋当下韭菜呢 I think we get some lamb chops for dinner No he's stuck in there There's no easy no You think he's here No we just know 3 2 1 No no So Oh my 着急的老巴发出了声音被损友们发现 Police 老巴只能先利用地形撤退 然后再逐个击破 Oh my god Web's here What Oh my god Urm somewhere around here Somewhere around here Somewhere around here Is he down here Look around Look around Oh my god Look around What In the never right He played He played Somewhere here No Somewhere here guys There's damn spiders everywhere Oh my god I just saw hi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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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ok on the ground I don't have a shovel I don't have any lands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There's no way There's no way I just did that There's no way I just did that That's wrong flesh Wait What's your farm? Dude I'm so weird There's a zombie up here Why is there a zombie up here? I can say go I bet There's no scary Oh my god I found him I found him I found him Oh no Oh my god this idiot He had food He had food on him too Oh my Everyone's low Everyone's low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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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ve got to He's burning me He's burning me Oh my god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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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令 her I'll cramp myself in bedrock to get away from you Keep run Keep run Keep run No They're I won bro Get away Get away Oh I need backup Get it Oh ho ho M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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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u clip This guy was overpowered WHOd i got more revenge i need to escape oh everyone's dead we somehow did it we escaped the shrinking bedrock prison